禅圆 体验制作微型日本庭院 抹茶体验 宁静的心 任何人都可以轻松体验 通过30到40分钟的体验 您可以完成一个作品 即使是儿童也可以轻松体验 这是一个包含禅圆体验和抹茶茶体验的高价值体验套餐 何不调整呼吸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呢 体验日本传统文化 创造只有现在才能留下的回忆 枯山水也被称为蝉圆 是日本庭园的传统风格之一 这种庭园使用石头、沙子、苔藓等自然材料来表现景观 而不使用实际的水 枯山水一词的意思是干景观庭园 枯山水在其简约中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和美感 是象征日本文化与美学价值的重要元素 用一颗开放的心 直面自己的情感所创造的庭园 有时可以映射出你的家人 有时表达出你的内心 另一些时候则传递你的思绪 最终成为治愈你的场所 石头与沙子 在枯山水庭园中 大石头和沙子被象征性地用来代表山脉、河流和海洋 沙子被用来象征水流和波浪 通常使用耙子在沙面上绘制出涟漪和水流等图案 植物的使用 在枯山水庭园中 苔藓和灌木等植物通常使用的很少 这突出了石头和沙子的布置 强调了庭园的整体宁静与和谐 空间布局 枯山水庭园的设计 旨在根据观赏角度提供不同的视角 每块石头和沙子的摆放都经过精心考虑 以确保庭园的整体平衡 枯山水通过简约的技巧表达自然景观 并与禅宗哲学有着深刻的联系 它具有以下含义和目的 冥想空间 枯山水庭园被用作平静心静 冥想或精神沉思的空间 简约宁静的景色有助于心灵平静 自然的象征 通过使用石头和沙子象征性的代表山脉 河流和海洋等自然元素 枯山水庭园唤起与自然的联系感 哲学表达 枯山水经常体现禅宗教义和哲学主题 为观众提供多种解读和自我反思的机会 著名的枯山水庭园 京都的大德四大仙院 它巧妙地使用石头和沙子 来代表宏伟的自然景观 清空你的心灵 想象一个在内心深处用纯粹和真诚的情感 创造出的花园 闭上双眼进行冥想 完全闭上双眼 让你的呼吸自然且平稳 清空你的思绪达到无的状态 冥想约一分钟 冥想结束后 考虑一下在干井观庭园中使用的石头三件组象征着什么 在禅寺中 它们代表三身佛 你可以将它们解读为你喜欢的任何象征 家庭 帮助过你的人 宠物 最喜欢的事物等等 我将使用三块石头来设计一个干井观庭园 并考虑其布局 爬沙 将盒子填满沙子 并使用爬子将表面尽可能地弄平 这将使你当前的心境达到一种空灵的状态 决定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 选择石头 决定在沙子上放置的石头 石头有各种类型和表现形式 仔细观察 考虑石头的摆放位置和方向 摆放是灵活的 但在枯山水庭园中 有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布置三柱石 三柱石布置象征佛陀和菩萨 并作为庭园中的守护石使用 中央的石头代表阿弥陀佛 右侧的石头代表观音菩萨 左侧的石头代表试制菩萨 枯山水表现技巧 使用牌子绘制 沙子图案代表水流的流动 沙子图案有多种类型 平静心静 仔细绘制这些图案 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境 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平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